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,蒂娜从未尝试过进行狩猎 她第一次的出手有些笨拙,而且似乎也咬错了位置 这一次她足足花费了三十分钟才制服这头野猪 充分地显示出狩猎经验的不足 虽然如此,但是在蒂娜强力地压制下 要超度这头野猪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故事回到一年前,那个时候的蒂娜仅仅一岁半 和其他的三位哥哥比起来,她的体型最小 但是性格却十分的凶悍 蒂娜也是她母亲唯一的女儿 小时候的蒂娜就充分地展示出她的独立且大胆 很自然地成为幼虎中的老大 这似乎很不正常 但是蒂娜的性格也是最有机会继承母亲领地的人选 在这片时务蜂着且广袤的领土中 在这片时务蜂着且广袤的领土中